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网上在形容美女的时候 会常用到一个词 女神 今天咱们要说的呢 就是一位女神 厉害了 不过光用女神来形容今天要说这位 其实还不够准确 用什么称呼更加准确呢 民国第一女神 就是这位了 她叫林徽因 有人可能要说了 从照片上看 这林徽因确实是很漂亮很清纯 可是民国时期的女神多了去了 像陆小曼 孟小冬 唐英 张爱玲 这些都是名动一时的女神啊 凭什么说林徽因就是民国第一女神呢 这第一从何而来呢 其实客观的来讲 从才情智慧相貌上来说 刚才说到那几位女神 确实都各有千秋 但是有一样 她们跟林徽因没分比 那就是当年追求林徽因的人 三大才子 不仅为之迷恋终身 而且她们和林徽因之间的感情的交往啊 始终是纠缠难解 让人叹为观止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现代词汇来描述的话 那么我选择奇葩 找不出更好的词汇了 好了 言归正传 先介绍一下林徽因本人 林徽因 1904年出生在杭州一个官宦之家 她爸爸叫林长民 民国初年的政治家 说她爸爸呢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 但是说她叔叔 你一定知道 这位林决民 有印象吗 黄花岗72烈士之一 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 参加黄花岗起义 最后以身殉国 历史课本里面都有 当然了 父辈家世并不重要 是吧 重要的是什么呢 她是怎么样成为女神的 这个重要 是不是 首先 女神得有才情 林徽因 打小就聪明 由于家境不错 所受的教育呢 非常全面 琴棋书画 誓词歌赋 无意不惊啊 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常人眼里边 背绝神秘的 衣补星象 她很早就能洗手进来 自小就才行出众 正因为如此 林徽因 深得父亲 林长民的喜爱 注意了 林徽因 情感的奇葩经历 正是因为父亲 对她的特别喜爱 而起大 何处此言呢 那是在1920年 林长民去了英国工作 因为时间挺长的 她就带上了爱女 林徽因 让她跟着一起 游历欧洲 当时 林徽因16岁 正好可以开阔眼界 长长见识吗 然而 不成想 就在伦敦 林徽因遭遇了 她一生情感纠葛的 第一个男人 对不起 我这么忙忙壮壮的 我不知道家里有客人 志摩可不是客人 他是我的小友 我去换一下衣服 失陪了 这个男人 就是徐志摩 大名鼎鼎的新乐派诗人 很多朋友都喜欢他的诗 尤其是那首 在北康桥 是吧 哪一次朗诵会没有 你说 是不是 都被念烂了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是吧 我轻轻的招手 坐边西天的云彩 对不对 这首诗 就是当时 在伦敦写的 不过关于徐志摩 当年追求林徽因那些事 很多书里都有了 咱们今天不细说 咱们今天要说他们俩 说什么呢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徐志摩和林徽因 究竟有没有谈恋爱 有一些关于他们的书里边说 当时在伦敦 徐志摩和林徽因 经常在一块交游 挖船 后来还有人在伦敦街头 看到他们俩 搂搂抱抱 相为相依 可以肯定 如果真到了这种程度 那就是谈恋爱了 是不是 总不至于 搂了抱了 相畏相依了 说我这是在做生意 对吧 说出去也得有人信 只有恋人 才会有这种亲密的举动 但是 换之我认为 这种说法 不可信 一起交游 一起划船 可能 但是在街头的亲密举动 那绝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有一个现实 摆在林徽因的面前 那就是当时徐志摩 虽然只有23岁 但是他早已有了家事 妻子是这位 大家闺秀 张又怡 他们甚至还有一个 快三岁的儿子 而张又怡当时在哪 就在伦敦 陪着丈夫游学 这一点 林徽因是很清楚的 那么 有没有可能 在徐志摩的狂热的追求之下 林徽因 少女情怀吗 情之所至 不能自已呢 这里咱们必须探讨一个小问题 咱们说爱情 不是未婚男女的特权 已婚人士 也可能萌发新的恋情 这很正常 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 但是这种爱情是高尚 还是不够高尚 是吧 确是有道德规范的 有些人一时心动 置家庭和责任于不顾 先行苟且 美其名曰 追求爱情 这不过是借口 其本质是下作 但是林徽因 不通 作为一个情斗初开的少女 面对儒雅潇洒的大诗人 还有她的疯狂的追求 你说她不动心 那是讲话 但是林徽因 戏出名门 传统的家教 道德的规范 都决定了 她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所以 尽管徐志摩 为了追求她 不惜登报离婚 成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 正式宣告离婚的人 可她依然选择了 会见斩青苏 我就站在你面前 要你亲口告诉我 你知道 此求聆听宣派 也是一种解脱 注意到刚才的对话了吧 当我是背叛吧 这句话特别好 说出了林徽因 真实的心境 她知道徐志摩是真心爱她 她也真心的爱着徐志摩 但是她没法接受 徐志摩已婚的现实 所以她只能选择解脱 好 说到解脱 咱们就说第二个问题 1924年 林徽因跟随父亲回国后不久 林家来了一位身份 极其特殊的客人 谁呀 近代的国学大师 思想家 务须变法的倡导人 梁启超 梁启超和林长明是好朋友 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政治 但是这一次 梁启超 拜访林福 为的却是一件私事 我一直欣赏婚姻 希望她做咱们梁家的媳妇 咱们知交就跪在直言无碍 不然我也不会约你到这里 单刀直入谈这件事 这婚姻大事嘛 我还是尊重会因她自己的意见 那么对于梁启超的提亲 林徽因自己是什么意见呢 他呀 很快就同意了 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婚 那么问题来了 一边是将近四年的感情纠缠 情感纠葛 一边是刚刚认识不久的未婚夫 林徽因究竟为什么要放弃徐志摩 而选择梁思成呢 这背后 上节说到 经父辈撮合林徽因选择了和梁思成订婚 由此也正式放弃了徐志摩 那么对于为他不惜离婚 从英国追到国内 爱他爱到骨子里 爱到疯狂的徐志摩 林徽因为什么选择放弃呢 关于这个问题 很多观点认为呢 这主要是因为林徽因不愿意承担 这第三者的这样的一个名声 毕竟徐志摩离婚就是因为他 如果他接受了徐志摩 那就意味着他第三者的身份坐实了 对不起 我没法再留你了 你走吧 可真的是这样吗 前面咱们说了啊 女神必须具备三点 样貌 才情 和智慧 对不对 如果咱们这么简单的理解 那就太小看民国第一女神的智慧了 林徽因放弃徐志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最新观点 应该是什么 跟他的成长经历有关系 林徽因虽然备受父亲的宠爱 但是他不是正出 他母亲什么身份呢 他母亲何氏是林长明的续贤 第二个老婆 当然这不要紧啊 要紧的是林徽因出生之后啊 林长明还想要个儿子 而何氏却再也没有生育 于是在林徽因八岁那年 他的父亲又娶了一太太 成氏夫人 那么再许之后出现什么情况呢 咱们来看一段他的家世的对话 我知道 那个给辉辉写信的徐先生 今天到咱们家来了 我知道 他是你的好朋友 可是为了辉辉着想 我希望 他今后就不要在咱们家出现了 我不能拒绝一个朋友来拜访我吗 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女儿 我绝不叫旁人 等着看辉辉身败名裂的响头得逞 女儿如果不是因为顾及你 她如果不是担心节外生枝 现在就不会搬到她大姑那去中 你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生的女儿 为什么连她这些心思 你都看不出来呢 看出道道没有 俗话说得好 由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自打成事入门 林徽因的母亲就不受待见了 即便是事关自己亲生女儿的婚事 在丈夫面前都说不上话 这是现实啊 林徽因是看着这样的现实长大的 那你想想 徐志摩现在爱他爱得很疯狂 就像他父亲林掌民 当年娶他母亲进门是一样的 当时也是百般的疼爱 可是这份热情过后呢 徐志摩的发漆对他那么好 他说离就离 当然了 他的父亲也一样 有了新夫人 是吧 母亲便被彻底冷落了 这种人不可信 所以这才是林徽因的心结所在 别看他年纪不大啊 他很清楚自己要找一个 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徐志摩不能给他安全感 他只好选择放弃 但是您注意啊 放弃并不意味着不喜欢 在林徽因的第二段情感历程当中 一件奇葩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往事 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好 咱们正式介绍他的第二位男主角 梁思成 梁思成当时什么情况呢 1901年 梁思成出生在东京 他比林徽因大三岁 当时的梁思成呢 用青年才俊来形容 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14岁那年 他顺利考入清华学堂 用现在的话来说 是典型的学霸 更要命的是 他还是个多才多艺的学霸 他在清华年报担任美术编辑 因为他的钢笔画画得很漂亮 他另外呢 还在清华管乐队担任队长 因为他的钢琴 小提琴 小号长笛的演奏 水平都很高 您说这样的人物 女孩子能不喜欢吗 当然了 而且让林徽因更加满意的是 梁思成性格沉稳 和徐志摩的画风完全不一样 而对于梁思成来说呢 才女林徽因 那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对象啊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订了婚 订婚之后 林徽因并没有放弃学业 他在陪华女子中学读书 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梁思成呢 就经常过来找他约会 两个人花钱月下 非常的甜蜜 回国以后没有多久 实际上就跟梁思成 有了恋爱情感 应该说看到他们感情升温 最高兴的正是他们的父亲 但是两家家长啊 并没有说差不多了就完婚 他们挺开通的 既然开头不错 那就让他们继续培养感情吧 那怎么培养呢 让他们一块去美国留学 这里得插一句啊 送他们去美国留学 进一步培养感情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其实两位家长还是有私心的 什么私心啊 其实也是好心啊 避开徐志摩 怎么呢 离了婚的徐志摩 虽然遭到了林慧音的拒绝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追求 他毅然的头撞南墙不回头 有一天呢 他得知心上人 要嫁给自己的老师的儿子 梁启超曾经是徐志摩的老师嘛 徐志摩便不远万里 从欧洲一路追到北平 天天找着各种理由 纠缠着林慧音 林慧音在学校读书啊 经常半道就被徐志摩 劫道堵住了 据说因为这个 梁思成非常生气 曾经多次警告过父亲的这位学生 但是很可惜 也很可笑 也很可怜 徐志摩已经疯了 任何警告都听不进去 没办法 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 所以呢 去美国留学 也是为了避开徐志摩 但是梁思成没有想到 他一辈子都没有能够躲过 徐志摩的纠缠 这个话咱们到后面再继续说啊 先说留学 到了美国 梁思成陷入了迷茫 学什么呢 我来美国 当时他并没有想好 那他是怎么成为建筑学大师的呢 这个是林慧音的建议 林慧音跟他说呀 建筑 这门学科了不起 他既有艺术 又有工程学 算得上是文理兼备 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旅居伦敦的时候 房东是一个建筑师 林慧音在伦敦就立志了 现身建筑 就现代建筑 当时梁思成对建筑 可以说一无所知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 林慧音 造就了一个 我们中国第一代的建筑学的大师 没错 梁思成在建筑学和城市规划上 是一位很有见地的大师 继续说林慧音和梁思成在美国留学 梁思成听从林慧音的建议 选择了建筑学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林慧音在报考宾夕法尼亚大学 建筑系的时候 却遇到了困难 当美国当时有个规矩 建筑系不是女生 因为建筑学科本身的专业特点 要野外测量等等 女孩子不一定很适合 就像我们过去的护士专业 不遭受男生 怎么办呢 无奈之下 林慧音只好进入美术学院学习 不过财女就是财女 虽然她读的是美术系 但是她利用课余时间 居然旁听了建筑系的所有课程 而且不到两年时间 修完了所有主要课程 还受聘担任了建筑设计的教师助理 助教 所以对于林慧音的才行 咱们必须给一个字 牛 还有一个字 福 那么她和梁思成的感情培养进度 又怎么样呢 有一件事 让林慧音和梁思成的感情 紧紧地揉在了一起 那是他们出国之后不久 林慧音的父亲林长民 因为卷入了东北军阀内部的战争 不幸被榴弹击中 去世了 这个时候 唯一支撑着林慧音的力量 就只有她的未婚夫梁思成了 那段时间 林慧音称之为 生命中最灰暗和悲痛的时光 梁思成始终陪伴在林慧音左右 而正是这种陪伴 让自由缺乏安全感的林慧音 认定了梁思成 就是他永远的依靠 1928年3月21号这天 梁思成和林慧音 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婚礼 婚结了 学业也完成了 那回国吧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回国后不久 林慧音 梁思成 那段奇葩的情感经历 也由此 前面说到林慧音和梁思成回国了 起初啊 富唱富随 想两口是你浓我浓 一位美国友人曾经形容 他们是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 这个话很有点武侠小说里边 神仙眷侣的意思啊 然而不久之后 一个人的出现 让梁思成感觉不太对劲 谁啊 还能有谁 徐志摩呗 当时徐志摩已经定居上海 但是得知林慧音 梁思成 回到北京了 他是一有机会就往北京跑 干嘛呢 跟林慧音见面呢 跟在伦敦那个时候一样 两个人谈诗歌 谈哲学 无话不谈 那林慧音什么态度呢 说这件事情奇葩就奇葩到这儿了 徐志摩昏头昏脑 不管不顾的 按说你林慧音这么聪明的女人 旧情人频繁来找你 你总得顾及一下丈夫的感受吧 他不 只要徐志摩来 他一定去见 而且更奇葩的是梁思成 梁思成什么态度呢 按说妻子和旧情人如此频繁见面 一般男人肯定是受不了的 但是梁思成不是 他非常之大度 大度的让人难以置信 他不仅从不责怪林慧音 甚至有时候还把林慧音送到 他和徐志摩见面的地方 然后自己再悄然离开 您说这三位大咖 算是怎么回事 说徐志摩旧情难忘 这个完全可以理解 我觉得最好理解的就是徐志摩了 林慧音呢 你说他是在享受一种精神恋爱 就好像有点不像 可是如果不是 你为什么当年的追求者 每次来他一定去见呢 是吧 可有些 可见有些这样的男神女神的心里 我们这些俗人是难以 难以理解 难以窥探的 再来说一件大事 那是1931年11月的一天 一架从上海飞往北京的飞机 失事 当时飞机上有谁啊 别人我不知道 至少有徐志摩 他想见林慧音 搭乘了这班飞机 结果死了 当时林慧音听到这个消息 直接就哭晕过去了 可是梁思成看在眼里 他也疼在心里 他知道林慧音是为什么 行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我去看看 梁思成立马从北京出发 赶到飞机逝世地点 帮助徐志摩的家人料理后事 而您更想不到的是 事情料理完了以后 梁思成还专门捡了一块飞机残骸 带回家交给林慧音 那么林慧音是怎么处理 这块残骸的呢 林慧音看到飞机的残骸 堵物 私人又伤心了 他直接把这个残骸挂在自己卧室的墙上 一直挂到什么时候啊 一直挂到1955年林慧音去世 这块残骸还在他卧室里边挂着呢 那么林慧音的这种行为算什么呢 你说啊 算什么 严格的来说 林慧音的这种行为 其实已经算是精神出轨了 但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丈夫梁思成实在是太伟大了 不仅给妻子找来了救情人的纪念的物品 还允许妻子把这个纪念物品挂在墙上 卧室的墙上 二十多年 他的爱可以说是包容到了极致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这个事情还没完 后边还有比这个更让我们感到惊叹的事情 什么事呢 当年林慧音身边的追求者 除了大事人徐志摩 后来的丈夫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外呢 还有一个大才子 就是这位金月琳 他对林慧音那真是爱得死心塌地 那金月琳是何许人呢 这个人可能很多朋友真的不太熟悉 但如果说你是研究哲学的 或者说是研究逻辑学的 那你一定知道他 泰山北斗啊 他当年清华大学的教授 哲学家 逻辑学家 清华大学的哲学系 就是他创办的 那他是什么时候爱上林慧音的呢 很早 当年在伦敦 徐志摩疯狂追求林慧音的时候 金月琳也在那里 怂恿徐志摩离婚追林慧音的 就有他一个 其实那个时候呢 他也已经爱上林慧音了 唯一不同的是 他这个人性格很内向 典型的知识分子 既然好朋友徐志摩在追 那我就不掺和了 后来林慧音嫁给了梁思成 那我就恪守道德规范吗 把这份爱啊藏在心里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你们不要拦着我 什么事啊 林慧音和梁思成的家 在北京的北总部胡同三号院 也就是今天 东城区北总部胡同二十四号院 那行 我不结婚 我不找女人 我也不打搅你们的生活 你们住前院 我住后院总行了吧 他就把家 悄悄地搬到林慧音家的边上 一直默默地守护着林慧音 后来慢慢地 他们也增加了一些交往 这主要是因为 林慧音梁思成夫妇家里呢 几乎每周都会有沙龙聚会 一些个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啊 文化名人呢 经常会聚到一起来聊天唱谈 著名的作家冰心 就曾经写过一篇 太太的客厅 说的就是当时这些聚会场上的一些事 金月琳呢 就经常来参加聚会 时间一长 出问题了 一开始林慧音并不知道 金月琳多年来一直暗恋自己 大家只是邻居嘛 批林而居嘛 寒暄客套嘛 可是随着沙龙交往 林慧音发现 这个人不仅仪表堂堂 很有绅士风度 而且和自己的文化背景一样 志趣也接近 说话也很幽默 慢慢的 他对金月琳也产生了一种 钦佩敬爱之情 再后来 那就不用沙龙了 熟悉了之后 金月琳就偶尔到林慧音家里 跟林喝个茶聊个天啊 是吧 金月琳那是才子啊 林慧音是才女啊 是吧 两个人聊师叔礼仪 聊建筑 聊艺术 聊哲学 聊着聊着 两个人就把互相倾慕之情 给聊出来了 他回来了 他就把金月琳向他表白过 爱情这个事情 很坦然的告诉了梁思成 梁思成一听 心里边咯噔一下 妻子这话什么意思啊 他如果自己没想法 直接拒绝不就完了吗 现在告诉我 难道他是有想法 梁思成听了以后很痛苦 的确 想着可能就要失去心爱的 妻子 那种情感是不难想象的 那么梁思成 怎么表态的呢 要说这个梁思成的气度 真的是 不愧是大价 他对林慧音说了一句话 我爱你 我就应该爱你的选择 意思就是 我和金月琳 你看着办 那么事情后来 是怎么发展的呢 随后 林慧音又把他和梁思成的对话 原原本本的告诉了金月琳 没想到金月琳的回答 更是坦率的让人惊讶 他说什么呢 他说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 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我应该退出 让现在的人 谁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但是呢 他当时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说 那是一个开放的年代 也可以说 那是一个文明的年代 也可以说 这是当时高层文化人之间的 这种风尚 或者说是一种气度 或者说是一种思想的境界 这件事情之后 金月琳 依然过着竹林而居的生活 林慧音搬哪 他也搬哪 但他再也没有打扰过林慧音 而且 因为对于林慧音的这份感情 金月琳终身畏惧 我觉得这或许 也只有民国第一女神 才能拥有如此的魅力吧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经纪传奇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